第五题,同学们认为音乐教室的回声太大 想起学校进行整修 下列建议何者是无效的 我们上课提过了,我们要减少回音 可以装所谓的吸音板 或者是把我们装一些厚重的装帘或者是地毯 让它能够吸收声音 或者是做成一些不对称上的形状 让我们的声音比较有机会可以互相抵消 这就是我们选项A、C、朱所说的 而选项B呢,把教室的书柜和摆设都清空 那只会使声音的传递更不会碰到障碍 那碰到墙壁的时候,反常回来也不会有任何的阻碍 所以这个建议是无效的 第五题,我们说下列建议何者是无效的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将教室内的书柜和摆设都清空